- 新闹新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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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马上要去上海 - 住南 - 新闹新闹 - 新闹新闹 - 可能因为平时私生啊什么的会比较多一点会跟到家里面嘛 - 就家可能就不太方便就所以就飘无定所 - 就是因为有太多人跟着他们他们就要住到不同 - 对 - 给王大陆打个电话吧 - 他不是人在上海吗 - 还有你 - 我到了 - 哎 哎 好 到我家住这儿 我们大陆都不下来接我 哈喽 你好 你们放音乐这么大声 我跳脚子了 对不起 我来 都不下来接我 哎呦 小心 没问题 哇 这是你家吗 对啊 欢迎 还给你 有反高的啊 你是不是常常本地啊 还好 还好 你常常 跑出去别的地方吗 怕被粉丝在你的 有 真的啊 有啊 那你住哪 我住北京 那我住朋友家里 你就不回你的家了 对啊 就跟我家一起 就跟我朋友一起去 那就搬家了 对啊 你就不回那个家了 对啊 一波也是 因为你住哪儿 他们都会知道的 还有那种就是 在你们家楼道里搁那个 哦 上头 对那些 他跟别人一块住呢 还能安全点 对啊 那外面都很自由跟到了 但还好吧 没有怎么被跟到了 消息 那房子没弄好 你就跟我一块住 好啊 对不对 对啊 我也走 我把那个 喂鱼让你 好啊 真的啊 哥很无所谓 而且一个人很无聊 真的啊 对啊 两个人都舒服 两个人要该干嘛 干嘛 对啊 你住在阁市場 咱们 老百姓 吴 老百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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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是喜欢就好 这个生活 舍舍你看到这样的生活 你觉得你能够理解吗 能够理解 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归属感 就是那些一个箱子和一个纸袋子 就是所有的家当的感觉 还有有时候去这个朋友家 有时候去那个朋友家 那会不会很不踏实的那个心理状态 他们之所以去朋友家 就是因为老有一些小什么私生犯 他跟别人一块住 起码还能互相的保护 对 大陆老师是不是也有很多粉丝跟着 我跟黄明浩也有一次去日本拍片 然后就有粉丝跟到日本 我们住的房子在山上 然后那个山上根本就不会有别的房子 他们就 还有在野外 就是只能报警你知道吗 只能报警 不然他们很危险 我还去跟他们讲说能不能这样 因为父母会很担心 我觉得就实际在远方就是不要太近 所以还是要呼唤理性推薪是吧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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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